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经文的进度 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 一到八节 昨天我们谈到 耶稣讲的话 在三十一节提到说 但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 并且父怎样吩咐我 我就怎样行 起来我们走吧 起来我们走吧 看似好像耶稣 已经要离开这个晚宴的地方 那么十五章开始 又继续一长段的讲论 所以学者认为 很可能 也许是在离开晚宴 最后晚餐的时候 在路上所讲的话 也可能耶稣讲 起来我们走吧 没有立刻离开 还是继续有了一番的讲论 但无论如何 这段记录非常宝贵的 被记载下来 第一节说 我是真葡萄树 我父是栽培的人 这个葡萄树对 以色列人是非常熟悉 非常清楚的 因为在旧约圣经 在以赛亚书 在诗篇 都有葡萄树的比喻 在那里 这个旧约里面提到葡萄树 天父期待这个葡萄树 可以结出好的果子 但是这些葡萄树 却结出了坏的果子 以至于上帝要带来审判等等 所以耶稣在这里讲 他是真葡萄树 强调他自己成全了旧约时代 以色列人做不到的要求 他是这个真正的 可以合乎神心意的葡萄树 我父是栽培的人 就是园丁 就是这个农夫 第二节 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 他就剪去 凡结果子的 他就修理干净 使枝子结果子更多 单从这一节表面来看 他提到 属我就是属于葡萄树 不结果子的要剪去 结果子的也要修剪 干净 为要使枝子结果子更多 这一节引发了学者许多的讨论 主要是第二节表面上看起来说 属我看起来是基督徒 不结果子的枝子就剪去 好像说 如果基督徒 他生命没办法结出果子 就会失去救恩 感觉听起来是这样 特别我们看到第六节 耶稣又说 人若不藏在我里面 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 人拾起来 扔在火里烧了 好像在这里表面上感觉是 如果基督徒没有办法与主连结 或者基督徒不能结出果子的话 他就失去救恩 就被剪去 甚至丢在外面枯干 人拾起来 扔在火里烧了 但是我们在前面的几段经文里面 例如在第六章的三十九节 第六章三十九节提到 他所赐给我的 叫我一个也不失落 在末日却叫他复活 提到耶稣会保护保守 父所赐给他的 一直到末日叫他复活 在第十章的二十七到二十九节 也有提到类似的概念 第十章二十七节 我的羊听我的声音 我也认识他们 他们也跟着我 我又赐给他们永生 他们永不灭亡 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 我父把羊赐给我 他比万有都大 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 所以前面这个经文很清楚地标示 耶稣会保护看顾他的羊 而且任何的势力 任何的权柄 都不能从耶稣的手里 把他们夺去 那圣经不可能互相矛盾 耶稣讲话不可能互相矛盾 所以这里如果我们从上下文来看 来解释的话 从前面的经文来解释的话 耶稣其实是在讲 真正的门徒一定会结果子 所以意思是说 这里有一些人看起来像是属于耶稣的 是耶稣的门徒 但是他真实的生命并没有结出果子 所以他不是真正的门徒 例如犹大 犹大他是十二使徒之一 他是耶稣的门徒 在耶稣拆派门徒出去赶鬼 恐怕他也盯着耶稣所赐给他的权柄 做了一些事 但是他却不是 他却没有结出果子 他却不是真正的门徒 所以这里属我 按照意思来讲 应当可以理解 我把它翻译成 看起来像是信主的人 看起来是基督徒 看起来是基督徒 但是不结果子的资质就减去 就是说真正的基督徒 真正与主连结的一定会结出果子 真正主的门徒一定会结出果子 其实这个我们能够理解 假设一个人他自称他是基督徒 但是一段年日过去了 他一样照样吃喝嫖赌 照样做间饭客 我们会对于他的得救 会有一个存疑 他没有觉得他这样做有什么不好 还是享受最终之的 虽然他再三的自称 他自己是基督徒 但是他没有一个行为 与他悔改的心相称 他没有活出一个行为 显出他的信心 这是雅各书里面说的 所以他的这个信 就不是一个真正的信 这里也是类似这样的意思 所以耶稣在这里强调是 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支持 他就捡去 真正的门徒 他是一定要结出果子的 那么凡结果子的呢 他就修理干净 使支持结果子更多 修理干净 按我们的理解 当然就是这个管教 引导等等 第三节 现在你们因我 讲给你们的道 已经干净了 我想我们现在是可以理解 我们因为 耶稣的道 我们相信 耶稣他是基督 他为我们的罪 钉死在十字架上 我们相信 耶稣所启示的这些真理 关于他的身份 关于他带来的救恩 所以我们已经得洁净了 所以耶稣这一讲 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 你们也信从这道 这个包含在这个里面 已经干净了 所以你们要藏在我里面 我也藏在你们里面 这个藏在我里面 我也藏在里面 所表达的是一个 与主关系的连结 与主关系的一个结合 生命当中的连结 这里也其实也让我们看到 如果我们没有灵修 没有花时间付代价 与主亲近 没有QT 没有去查考神的话 我们怎么与主连结呢 我觉得很多时候 我过去的年日 有一段时间 我虽然成为基督徒 但是我好像忙于一些服事 忙于关心人 但是我没有花很多时间 真真实实的在上帝面前 与主亲近 与主连结 没有真实认真的查考神的话 那有点本末导致 这里所强调的是 要藏在祂的里面 那接下来耶稣继续说 知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 自己就不能结果子 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 也是这样 耶稣用知子在葡萄树上 做一个比喻 我们知道树枝离开树 当然不可能结果子 树枝连于树 那么就可以从这个树 汲取它需要生长的养分 才能够结果子 耶稣在这里要强调什么呢 强调结果子 真正的门徒会结果子 而结果子唯一的途径 就是依靠耶稣 就是与主连结 我是葡萄树 你们是枝子 藏在我里面的 我也藏在他里面 这人就多结果子 所以多结果子是一个结果 是与主连结 必然的结果 好像我们在信仰的经历上 就好像我们成为基督徒 我们每天这样查考圣经 我们祷告 一天一天过去 我们每天好像觉得 也没有太多改变 但是有一天 你突然回头数算 过去一年两年 五年十年的岁月 你会发现 你的生命有很大的突破 有很大的改变 你的喜乐加增 你生命的厚度加增 你对人的关怀加增 你对主的话的渴慕加增 对神对人的爱加增等等 你的生命改变 你结出了这些果子 就是信徒生命的一切 是一个结果 多结果子是结果 因为离了我 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离了我 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上向文直接指的是 离了主 我们不可能自己结出果子 这当然是可以理解 我们没有主 我们怎么可能有主的生命 我们没有跟主结连 没有被主的爱来充满 没有被主的爱滋润 我们怎么有主的爱去爱人呢 等等 所以这个我想 我们是可以体会 是可以理解的 离了主 我们就没有办法 结出生命的果子 人若不藏在我里面 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 人拾起来 人在火里烧了 真正的门徒就会藏在主的里面 所以这里指的是 门徒离开了主 就是不是真正的门徒 不但结不出果子 而且毫无用处 第七节 你们若藏在我里面 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 凡你们所愿意的 祈求就给你们成就 你们多结果子 我父就因此得荣耀 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 你们若藏在我里面 所以耶稣自己解释了 什么叫藏在我里面 是神的话 是耶稣的话 也藏在我们里面 所以藏在耶稣里 藏在耶稣基督里 是什么呢 是有耶稣的话 成为生活的指标 有耶稣的爱 成为我们生命的品质 藏在基督里 藏在耶稣基督里 就是有耶稣基督的话 成为生活的指标 有耶稣的爱 成为生命的品质 耶稣用神的话 藏存在我们心里 来解释 来形容 在主的里面 是怎么一回事 其实这里 话存在心里 不是指 我们把它全本背诵下来 或者单单只是 在知识上的研究 因为我们知道 除了教会内 许多圣经的学者 在研究圣经 许许多多的非基督徒 他们也在研究圣经 当然他们研究的动机 是为了批判 为了找这个蛛丝马迹 来攻击教会 所以不是说 把话好像记下来 在知识上 而是一个带着信靠 带着顺服 带着接受 甚至让这个话 成我们生命的 带着信心的 让神的话 在我们里面 这里有一个 非常伟大的应许 凡你们所愿意的 祈求就给你们成就 这里说 看起来是 我们的祷告会百分之百被回应 那么这个应许 其实是有一个上下文 那个上下文是什么呢 上文是我们 藏在主的里面 神的话也充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以至于我们所祷告祈求的 其实都在神的心意里面 而这个下文指的是 多结果汁 你们多结果汁 我父就因此得荣耀 而下文是说 当我们多结果汁的时候 当然 父是栽培的人 父是农夫 这个葡萄园都结出 结实累累的果汁 那么这个农夫就得荣耀啊 人家就看到就觉得 哇那你是一个好农夫 农夫就得荣耀 所以多结果汁呢 父就得荣耀 下面说 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 是主的门徒一定要结果汁 而且要结实累累 所以这个祷告 所代表的是什么呢 如果是为着 要多结果汁的祷告 我们会得到 百分之百的回应 当然我们不清楚 神会用什么样的方式 回应我们 但是这里有一个 伟大的应许 当我们是为了荣耀神 为了多结果汁 而可以荣耀神的这个祷告 我们会得到 百分之百的回应 那么我们要更具体来说 这个结果汁到底是什么 从经文里面 从明天的经文 我们会看到 在十六节提到 不是你们拣选的我 是我拣选的你们 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汁 叫你们的果汁长存 所以拆派你们去结果汁 那么就有一点打发拆派的意思 所以这个绝对是跟宣教神的救恩的工作 是接连在一起的 也就是说 福音的果汁 但是呢 如果我们又从上下文 其实明天的经文里面提到的是 彼此相爱的功课 从最早开始 耶稣替门徒洗脚 后来提到这个新的命令 要像我爱你们一样 彼此相爱 所以总结的来讲 这个结果汁 它是一个很广泛的范围 它所包含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 活得像耶稣基督的生命 以祂的爱 在这世上执行与完成上帝托付的使命 当然包含传福音 绝对包含福音的使命 所以也就是说 这个结果汁就是 信徒生命的一切 就是加拿太书提到的 圣灵的果汁 以及做见证的成果 就是福音的果汁 所以这里的结果汁呢 就包含基督徒生命的展现 爱啊 怜悯啊 这个恩慈啊等等 也包含我们传福音 带领人信主 因着我们活出那份爱 真实彼此相爱 那么也去爱世上的人 使人可以认识主 使人可以进到父的面前 而这个祷告 是百分之百回应的 我就想起 前一段时间 我请教会弟兄姐妹为我祷告 可以有更多传编的机会 结果每隔几天 我带孩子去到游泳池 我到游泳池的时候呢 就有一位八十多岁的退休老师 就静置的往我这边走过来 我完全不认识他 我也没有见过他 他就突然开始问我圣经的问题 我就想 你为什么要问我圣经 但是因为我是传道人 所以当他问了 我就给他一些回应 我就告诉他 圣经的意思是这个 是你可以查考哪段经文 做一些参考 那他跟我对话一段时间 突然说 你怎么会知道呢 你怎么会知道答案呢 我跟他说 因为我就是传道人 他大吃一惊 他说 你就是传道人 那太好了 所以他就噼里啪啦 又问了我一个小时 关于圣经 关于福音 那一天我没有游到泳 他也没有游到泳 我们就在游泳池边 他泡着脚 我刚跳进池子里 就这样谈了一个小时 他开开心心的离开 我们在谈的时候 另外一个长辈 慢慢地靠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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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等这个退休的老师 八十多岁的老师离开之后 换这一位长辈呢 跟我谈他接触信仰的过程 他对基督教的观感 他也问了我一些问题 我有机会向他做一些见证 跟他传福音 我不是每一个 当我们这样祷告 就一定遇到这个事 我要强调的是 我们的上帝 非常非常乐意 我们做这个祷告 他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是为了荣耀神 如果我们是为了多结果子 凡我们所愿意的祈求 就给你们成就 这样的祷告 我们会得着百分之百的回应 愿意今天我们就做一个这样的祷告 然后我们睁眼看 看看上帝 如何帮助我们荣耀父神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帝 对 我们下帝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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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